第十八章 血缘镜 谁 竟敢偷袭我 马颜惨叫着说道 人群之中 叶西文也不再隐藏身形 排众而出 看到叶西文 王烈顿时高兴的上前说道 臭小子 你回来了 这一个月不声不响的就消失了 去哪儿了 去后山中磨练了 叶西文说道 咦 你现在的修为 我怎么都看不透了 王烈有些奇怪的看着叶西文说道 论天资 他和叶西文算得上是半斤八两 他稍微比叶西文要强一些 所以从小到大 他都比叶西文要强一些 但是这次再见到好友 却发现居然看不透好友的修为了 他看不透叶西文的修为 但是叶西文去看得透他的修为 王烈的闭关很成功 从后天三重成功突破到了后天四重 一举达到了内门弟子中的中游 这些等会儿再说 你怎么回事到底 居然会被他给讹诈上了 叶西文冷冷的盯着马颜说道 我刚刚突破到了四重 想在这边买一本秘籍 谁知道就被他讹诈上了 什么破秘籍 居然要五百下品灵石 王烈的肥脸上满是愤愤不平的说道 我不买了 谁知道他诬赖 我说我看过了 如果真是先天功法 别说五百下品灵石 五万下品灵石都不贵 但是很显然 应该是残缺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开出五百下品灵石的价格 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因为也不是所有人得到的秘籍 都会是完本的 有些就是残缺的 那些残缺的部分越大 就越不值钱 这也是为什么堂堂先天功法 居然只卖五百下品灵石 找死 就是你这个混蛋偷袭我的 马炎脸色猙獰 手上还隐隐作痛 眼中杀鸡闪现 脚下一踏 高壮的身子瞬间跃出 朝着叶西文扑去 一拳轰出 砰 叶西文岂能不防着他的突袭 顿时一掌摊开 接住了他这一拳 轰隆隆 叶西文抓住了马炎的拳头 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用力一扭 卡拉 啊 又是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 马炎的手腕被叶西文直接给抓折了 叶西文现在的力量超过十九头猛虎之力 而马炎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四虎之力 怎么可能和叶西文比力量 给我去 叶西文大喝一声 抬起脚用力一踢 砰 马炎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么一脚 顿时雄壮的身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高高飞了起来 狠狠地落到了地上 顿时口吐白沫 昏迷不行 周围的人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看着叶西文 能在那门弟子中排上前二十的马炎 居然被叶西文一脚踹得死生不知 昏迷了过去 这人到底是谁 由于叶西文平日里很是低调或者说 实力不强 没什么人关注 因此倒也真没人认识他 周围的人都在想 哪里又冒出这么一个狠人 一招将一个后天五重巅峰的马炎打得昏迷了过去 绝对是一代凶人啊 当然 由于马炎在这里的恶名昭彰 没有人为马炎说话 大多数人都是暗暗叫好 叶西文从马炎的身上搜出了那本天仙部 没有仔细看 就放到了身上 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用空间戒指 不然要是引起一些人眼红 那就不好了 走 我们走 叶西文转身对王烈说道 两人很快离开这个集市 王烈迫不及待的问道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嘖嘖 那个马炎 居然被你一脚踹飞掉了 嘿嘿 我本来就是这么厉害的啊 叶西文打着哈哈说道 他当然不会把特殊空间的事情说出去 歇 你小子我还不知道 两人一路打打闹闹 回到了各自的家里 叶西文回到了家中没一会儿 叶空明也从外面回了家 看到了叶西文 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说道 回来了 对于叶西文一个月不怎么回来的事情 他也没说什么 舞者就是这样 随便游历一个地方 就可能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十几年都是有可能的 他以前未曾安定下来之前 也曾经到处游历 并不奇怪 况且叶西文在离去之前 也和他们说过了 不错 沉稳了很多 叶空明点点头 赞许说道 对于这个养子 叶空明也是倾注了许多的注意的 你看你 都瘦了 肯定没好好吃饭 母亲所关注的东西 永远和父亲是截然不同的 回来的正好 正好参加过两天的宗内大比 叶空明说道 这次宗内大比的奖励很丰厚 前百名都有不菲的奖励 是 父亲 叶西文点点头说道 他回来 就是为了参加宗内大比的 不过却不是叶空明希望的那样 前百名 而是至少前五名 要争夺冠军 这次宗内召集你去 是为什么 母亲夏春学问叶空明道 还不就是张家 想和我们一起举办今年的核心弟子的大比 叶空明说道 张家的人提议 今年核心弟子的大比要在血缘镜中比试 什么 血缘镜 夏春学有些吃惊的说道 叶西文也有些一愣 他当然知道血缘镜是什么地方 在这个世界中 除了真五界之外 总是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次缘空间 有的人大神通哲开辟的 有些则是天然形成的 大则远超万里 小则就几里罢了 经过无数年的繁衍 这些小空间也都各自繁衍出了生命 血缘镜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世界 里面各种异兽灵草无数 入口就在青丰山中 而打开这个小世界的入口的钥匙 就掌握在一元宗和张家的两家势力的手中 传说 在许多年前 就是青丰山一元宗的祖师和张家的先祖一起发现的 在其中都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才开创出了现在一元宗和张家的基业 血缘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开放一次 之所以不一直开放 就是考虑到血缘镜太小 自我恢复能力太弱 关闭一段时间再去打开 也算是可持续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